房屋短缺问题困扰香港多年,港府早前提出多项大型城市规划,并承诺加紧建屋,运输及房屋局近日发表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指出政府以密得土地兴建33万个供应房屋单位,但大部分计划在2027年后的五年间落成。 因而被批评供应房屋供应投兴美众,公屋未能尽快落成,或由全球通胀及物流供应链断裂所致,需时解决,若落实北部都会区发展,可望提升本地房屋供应量。 在最新的房策中,政府定下未来10年将供应43万伙房屋,公司型房屋供应维持73比,即是供应房屋单位若有30万个,与去年相约。 而且报告也提到,政府以密得土地发展供应房屋单位,计划在首五年供应当中的三分一,其余的三分二则在后五年落成。 锁定时间表备受社会团体批评,即未能缩短市民轮后供屋的年期,安居落业是小市民所想。 亦是政府的重大目标。中央早前提出香港需要改善住屋问题,港府亦配合大湾区的未来发展,提出北部都会区及交以州人工岛等发展大计。 加上多个旧区重建项目也研究采用地跡比转移或放宽建筑物高度限制等新策略,可见政府发展土地及增加房屋供应量的决心。 可视,施政往往受环境因素影响,发展基建尤其看众开支预算及原材料供应,虽然最近本地的政治气氛缓和,有利加快审批议案流程,助工程更快上马,但疫情仍是弱,全球的原材料生产及供应链亦受影响。 令订单的旋期一再押后,加上全球通胀持续升温,导致建筑及工资成本不断上涨,因而阻碍工程进度,倘若工程在首五年未能赶上进度,能在后五年成一切已上轨道之利。 加紧直追亦无可厚非,政府亦提出广泛应用组装合成的建屋技术,料可大大提升建屋效率。 展望未来,政府采用规划主导策略从建构区及开拓土地,将有助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率及各区内外配套。 世为本地的大都会规划带来新景象,不者相信,随着本地施政重回正轨,港府能跟随内地的发展步伐,塑造移业移居大都会区,香港的房屋发展将双得益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